适量的猪肺对狗狗的身体没有什么伤害 猪肺中的维生素A含量比较高 可以促进狗狗身体成长发育以及骨骼刺激 猪肺的腥胃也能刺激狗狗的食欲 但是狗狗不能长期吃动物内脏 对狗狗的身体健康会产生影响 过度补充维他命A会导致狗狗中毒 甚至会影响狗狗的骨骼生长 造成骨骼畸形 食欲下降 体重下降 还会导致狗狗掉毛 皮肤臊痒 和皮肤病 免疫力下降 猪肺只能适量喂食狗狗 过量或者频繁只会产生不良影响 还会使狗狗的寿命变短 主人给狗狗投喂猪肺时 可以在吃饭时放一点 在狗粮中混着给狗狗吃